有的人担心是 即便有骨灰 后代子孙不去管它 早晚也是那个样子 实际上人为什么有人魂 这是大家要知道 所有的生命体 万物云云复归起根 它要回到根上去的 回到根上去的 那么你的人魂上 也带着一点光 那个光终究要收拾 灵光圆满使生活 要回到你的心中心去的 这是我们保护尸骨 保护骨灰 是为了你来世 或者再隔几世 你有一世修炼 然后把骨灰上 或尸骨上的那个灵 收回来的 这个要收拾一点灵光 灵光圆满使成佛的呀 这是生命的实相啊 你倒把它撒了 撒了它魂无所义 无所义 无所义一段时间它就散了 这个就丢了 就是你的本属于你生命的一点灵光 就耗散就丢失了 所以这个事情还很严重 无论新加坡 欧美 一些地方 现在都实行海葬 把这个骨灰掏出来 撒在大海里面 这一撒以后 他的后代子孙都很惨 为什么 他怨恨 以前是什么 以前是最大恶极的人 皇帝下令鞭尸 把他从坟墓里挖出来 然后再把他烧掉 然后再把他骨灰什么 撒掉 这个 以前是最大恶极的人士 得到这样的果报啊 你想你们的父母 你们的这个王者 跟你们有关的王者 怎么就把你得罪了 你做这样的 深仇大恨的事情 对他们 抛骨扬灰 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 错骨扬灰 所以大家要重视 这个教育失败 不知道人死以后 那个上面还有灵魂 还有魂 老师这个好像没有科学根据 有 为什么 今天科学家发现 物质有三重属性 逢是物质都有三重属性 一种是什么 一种是颗粒属性 一种是波动属性 它有一个场在 所以你们去那个 骨灰塔 去那个 拆脱港 那个坟地 有的时候 毛孔会张起来 因为它是阴冷的场 释放的是一个场 所以它有波动 那么还有呢 十年前科学家终于发现 颗粒 物质 在量子状态下 活着的状态下 它会思考 就跟你会思考问题 会想东西一样 十年前科学家发现了 这个叫量子纠缠 量子纠缠 那么我们死去的亡者 他的骨灰在 他会不会思考啊 会思考 他的尸体在 他会不会思考啊 会思考 所以是 古人特别聪明 他会思考 他需要东西 那我这个因为 生活的所逼 不能每天去他的坟上去 所以是 古人就设了神主牌 供在家里 给这个过去 死去的这个人魂 幽精 幽精 它是两个 因为它是一对阴阳 阴的叫幽 它只能守在 它的尸骨在哪里 小范围活动 它不能飞 不能飘 精可以飘 幽精的精 精神嘛 你的精神上月球 就上月球 你的精神去长城 就去长城 所以精会飘 所以是 我们设的叫神主牌 神主牌 这是祖先 在这个尸骨上 保留的 这个经 它会 它是阳性的 它可以到你的家 到子孙后代的家 所以是 古人 重视 祠堂建设 一个村子 一定大姓 都有自己的祠堂 每一家 每户 大户人家 一定家中 设祖先牌位 你看大姓 越大姓 越富有的人家 他越重视这个 越贫寒 没有办法 他连个 吃饭的碗都没有 所以他弄一块 很好的木 弄块牌 他弄不起 今天 我们越富贵的人 越不要这个东西 颠倒了 不重视了 所以是 那么这个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我不能每天 去他的坟地啊 但是他在我家里 有一个神主牌啊 列祖列宗都在这 所以说我上个乡 祖先你们有什么要求 还好吧 对不对 你上坟地也是说这些事吗 还好吗 要我办点什么事吗 我供了点水 供了点花 供了点食物 供了点水果给你们 大日子 一定在家里的祠堂 这个牌位前 设这些供天 这就是祠堂的作用 那么 请这些祖先们 来受贡 大户人家还在 这个寺院 还有这个道士的公关里面 设祠堂位 设祠堂位 那么这个我在考察 你们南洋地区的时候 都做得挺好 你们这边很多 这个佛堂 道观里面都设祠堂 设这个安利祖先的牌位 为什么 这些道场设祠堂 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让你的祖先来修炼 他是躺在那没事 不是 在坟地里 在火灰里 没事 给你点试感来修炼 为什么他要修炼 你身上有他的DNA 不是吗 他活着 他那个骨还在 DNA就在 我们现在几千年的 那个 埃金木乃伊的五千年 一万年还能抽出DNA嘛 对不对 那你想你祖先的那个骨灰上 那个DNA在不在 也在 所以是DNA它会螺旋 会旋动 它有量子纠缠 它好 你也就好了 你好 他也就好了 所以是一个人 为什么要传宗接代 传宗接代的目的是 后人 他死了 他的后人活着 后人去修炼 然后帮助他 把他之前 承载着他的祖先 列祖列宗的 基因中的黑子 我们身体内有黑子和白子 就是黑的是叶力子 白的是善的 善子 那么还有 应该是我们是透明的 那个光子才对 老子说 用起光 富归起明 这是修炼的核心 所以说我们留后代子孙 是希望后代子孙中 有出一个神仙 出一个佛菩萨来 一旦出一个佛菩萨 我们就得救了 为什么 一人得到九足什么 飞升 所以说我们留后代子孙 那么让他去自私 这个祭祀我们 让他帮我们修炼 帮找一个道场 很有利的道场 安置神祖牌 请他到那修炼 不单修炼 还有有香火 有香有火 火是灯啊 有灯啊 香 还有这个有吃的 供养他 那么定期还要烧金银纸 给他钱花 有这样的道场 他在那个地方就沾光了 他就在那修炼 他修炼 我们今天通过物理科学 生命科学 还有古代圣贤的教育 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古代重视九代祖先的 列祖列宗 九代祖先的业力的吃法 我们在东北龙 也就是洛基山脉 加拿大洛基山脉考察的时候 我们发现 事实印证了我们的推理 九族那里是一个小黑点 到二族那儿就变成二的二次方大小了 到三族呢就变成三的三次方大小了 到你这儿就变成九的九次方大小了 同样是一个小黑子 这里变成一个大山了 明白吗 所以说我们有恶 这个要削 要削腻 我们从九族那儿削它一个小黑点 它那儿没了 你这个山就飞了 yes 所以是你要懂得 古人没有骗我们 为什么九族九族 一直讲到九族超生 那你这一生做善 你给自己做善 只做了一点善 它就是一点善 你把这一点善 用时空跨越时空 因为真正在灵界里面是没有时间空间 你把它送到九族那儿 在九族那儿再享用一下 波动下来 你做了一点善 到现在变成了一个什么 大山的善 所以你们经常看一些人很饿对吧 这家伙 这个怎么道德败坏到这个程度 老天怎么这么帮他 鬼神这么帮他 他怎么这么富贵 也什么都不缺 告诉你 人家吃的祖先的那个金山银山还没吃完呢 还可以吃好几袋呢 这是中国古代 我们华族文化 孝道文化的秘密所在 你孝嘛 你孝你就去供奉自己的九族 他那儿增益一点善 你这是大善 他那儿孝掉一点恶 你这儿泄掉的是一个大恶 说是你就顺利 只有孝的人 才子孙繁荣 家庭富贵 这是历来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今天 为什么要设祠堂 为什么要办法会去超度 这是源自于我们对生命实相的认知 不是一种迷信 跟普通的人迷信这样去做 是大不同的 所以这是什么 这是三魂 三魂 特别人魂 这是讲到的人魂